气候干旱降雨量也少 槟城水工机构再三警告 亚裔弹和直落巴汉水坝的有效蓄水量急速下降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 皇家空军将在月底或是下个月初 在集水区步云造雨 希望能够带来一场及时雨 槟城水工机构文告显示 截至昨天亚裔弹水坝的有效蓄水量只有44.8% 直落巴汉水坝则有48.6% 对比年初的记录个别下降了37%和15% 气象局预测来临的星期六到5月7号期间 气候条件比较理想 建议在这段期间作业 以便能够获得最大程度效果 但是当局也促请槟城民众节约用水 槟州政府早前批准40万令吉预算不云造雨 却没有私营企业符合民航管理机构设定的条件 最后出动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介入协助 令吉他澀木是澀悬坁的危险 感谢观看